大家好,我是黄亦然 古人诗意无限,古文诗意无穷 我们说这个戒士,有的时候你可能只能戒一句 那么就需要补另外一句 比如说我们看 这是《楚词普句》里面的名句 三隐乃诗策而谢曰 夫持有所短,寸有所长 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术有所不代,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信,行君之义 归策成不能知此事 那么我借出来这么两首诗句 佩兰诵局,仁难解 行义用心,天自知 那么细心的读者可能一看就明白了 我这一幅对联两句诗句 那么只有下句 行义用心,天自知 是取自疑,或者说是借义于此 那么这上一句 佩兰诵局,仁难解 在这个文章里面就没有体现了 其实佩兰诵局 这也是屈原士大夫的这种动作 在他的其他的诗歌名篇里面有体现 那么我就从他的其他诗文里面 把这个上句借来了 再根据这个文章 这段话借出来的下句 凑成了两句 天衣无缝的,可谓是一幅还不错的对联 所以我们说借古人的诗意 那么有的时候你两句诗都可以从文章里面借出来 有的时候只能借出一句 需要你补另外一句 这个补它也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我这样的补的这种模式 主人翁其实还是谁 还是屈原 我就把它上一句 这个文章这一段话里面没有的 我从其他他的诗句里面 他的诗文里面 把它补充进来 那么合起来主人翁还是屈原 对吧 这是一种借这个补的 补一句的方式 那么另外补的方式 你可以另外缺的一句 不从这个主人翁 他的文章里面去补了 你干脆围绕着你自己的利益 你临上发挥 你根据你的重心思想 补一个另外的意思 这个就不局限于 作者本人或者是作者所做的诗文了 这是另外一种 这种补法 是有掌握了吗 如果觉得有帮助 欢迎转发点赞关注